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沛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Sony超熱門的戰神系列 也要推出最新作品 來回顧主角克雷多斯是如何崛起的 遊戲內容除了是延續以往的暴力風格之外 這次還加入了多人對戰模式 要讓各位玩家彼此殺個痛快 還在等什麼呢 趕快一起加入吧 前幾天 Sony 曾經預告 他們大受歡迎的 PS3 暴力超大作 《戰神》系列 將會推出最新作《戰神崛起》 如今也公布首播遊戲畫面 這次《戰神崛起》 將延續前幾代作品超暴力的傳統 要讓玩家殺很大 而且首度加入多人對戰模式 允許四人對四人的連線戰鬥 玩家能選擇加入天神宙斯 海神波賽頓 冥王哈蒂斯等三大陣營 而在最新公布的多人對戰影片中 玩家除了可以組隊 互相廝殺 還要想辦法幹掉獨眼巨人 誰先幹掉巨人 誰就獲勝 玩家除了能以殘忍的方式幹掉對手 還能單挑獨眼巨人的攻擊 玩起來超爽快 除了多人模式之外 在單人劇情模式中 玩家回顧主角克雷多斯如何崛起 歷經他如何遭遇妻禮滋散 尋求自由和救贖的旅程 並會以系列史上最宏大的手法 表現他為家族復仇學恨的過程 是Sony信心滿滿的PS3超強大作喔